封面接近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县长林明珍冒雨勘察 投131线落实拦截网 并发现拦截网已经发挥功能 成功网住了山上掉落的石头 他呼吁民众行经这些路段 还是要特别小心 普利镇投131线牛洞路段 曾因为落实砸车 造成人员伤亡 顾及民众安全 县扶向中央争取补助 进行边坡防护工程 实作落实拦截网 最近已经完工使用 鉴于近日封面过境 危险道路防护要加强 县长林明珍由公务处长全习武陪同 至投131线查看落实拦截网 县长林明珍表示 投131线串联浦里可余事两地 车流量不小 但落实平传 考量该路段紧零溪流 腹地不足 不利于新建民隧道 因此施作落实拦截网 希望下雨期间 车辆行人请经该处还是要特别小心 今天县长来勘察我们131线 当时建议说要做蓝石网 这个工程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做零隧道 所以我们就用蓝阜网 那么在蓝阜网施工到现在 将近差不多半点的时间 它已经发挥到功能 已经拦下了十几块石头 掉下来已经拦住了 让我们通行的车辆都非常安全 这个显示蓝石网已经有发挥的功能 所以走一山一线 就要到以此共和撑这条路线 现在这个安全上已经可以比过去更安全 所以这个蓝阜网已经实际发生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呼吁我们县民要经过这一段一山一线 就从埔里要水头里要往共和撑这个路线 大家也路过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车子不要开得太快 虽然有这个蓝石网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工务处长陈锡吴指出 山上的落石已经有掉进蓝阜网内 这项工法也让行车交通多了一份保障 G9菜市集 埔里采访报导